您好 歡迎收看十點不一樣 我是黃新化 帶您關注媒體人周遇寇連日來的負面爭議 讓民進黨台本市長參選人 陳時中說 確實影響選情了 拜訪市場拼路戰 陳時中積極搶救流失的支持度 因為周遇寇連日來的負面爭議 讓他坦言 確實選情被影響 當然我想在短時間的交易是 那不我的選民是理事的時候 只盼選民能理性看待 據悉黨內一場由總統主持的輔選會議 負責操盤北市選戰的民進黨前秘書長 洪耀福就直言 周遇寇連番爭議讓黨內人很憂心 電話幾乎被灌爆 其他人也感嘆 真的拿周遇寇沒辦法 但不只黃珊珊借機開酸 國民黨議員也在北市街頭高掛 喜歡周遇寇支持陳時中看板 而且還不止一出 至於惹出風波的周遇寇 其主持的政論節目 除了徐曉星發起聚上之外 NCC陸續接獲不少檢舉 畢竟節目未善禁查證 恐怕已經違法 你敢關民視嗎 就跟你關中天一樣 你敢不敢 委員 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們對一個聲色患照來講 它有很多的要件 當然不同的新聞頻道裡面 人家叫我敢或不敢 會或不會 不是要case by case去看 所以說這個事情來講的話 根據我們目前收到的檢舉案 大概有三十幾個案件 你可能也陸續在出當中 老話一句有檢舉就開會 但何時又接過 目前沒有時間表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連連榮譽副董事宣明志立庭高鴻安 他說他知道的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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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自稱資測會人員的黑衣嫂姐 突然竄出給高鴻安爆爆打氣 這一報肯定讓高鴻安點滴心頭 因為是否有抄襲資測會時期的論文 周刊又掌握新爆料 博士的學費是你自己付的嗎 來 小心後面 強調一些問題上午已說明 通常讓高鴻安倍感溫馨的 應該還有這一幕 出席聯電榮譽副董事長宣明志的新書發表 眾人合影時 宣明志特別把高鴻安拉到自己身邊來 愛護之情異語言表 畢竟他可是好友郭台銘前線認識 柯文哲更特別請脫要幫忙補選 但如今高鴻安身線論文抄襲風波 宣明志替他保持 宣明志話中有話確實立委能否向財團法人資測會調資料高鴻安是否用公帑出國 進修也成為綠白工房 立法院有沒有間接的在審 這是社會的預算 相關的預算是有送到立法院來 有啊 所以那是不是空檔 是不是納稅你的錢 是的 高鴻安的論文 民進黨僅咬不釐清 不罷休 TVB新聞李國鑿齊煥柔 高順航SNG小組 台語報導 論文抄襲案經過一周 民眾黨新竹市長參選人高鴻安正式按鈴提告 如果今天我們中間已經提出了相關的市政 資測會也已經聲明沒有侵權問題 那為何在星期三 在這些市政皆以揭露公開的情況之下 靖周刊仍要去做這樣子一個紙本的報導的該參載 槓上周刊現身台北地檢署 這回他對靖周刊提告加重毀謗 以及意圖使人不當選 但就在他提告前 周刊最新報導指出高鴻安經歷上 明明寫著科製企業的共同創辦人 但商工登記資料裡的董監事名單 通通沒有他 跟資社會出國去做任何的演說 或者是研討會的參與的時候 我們一直都是用 co-founder這樣子的概念下去做 而不是說什麼沒有在懂監事的行列 就不會有所謂的共同創辦人 我想這是因為他們沒有實際創業的經驗 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誤導 除此之外他還被爆出 當年是以科技專案補助計畫的研究計畫出差 來高達547天全都是供費支出 請問你使用的資料來源是來自於誰呢 我相信資社會一定是承受了國家機器 或者執政黨柯建民相當大的壓力 才會不得已要提供出這些資料 正式宣布台灣進入綠色恐怖元年 不過回答中似乎沒有正面回應出差問題 反而直指執政黨當局為了選舉而介入 不過對於高宏安的提告 鏡週刊也發出聲明 稱他企圖用訴訟模糊焦點 也將提告污垢罪 隨著選戰越來越近 恐怕這場抄襲紛爭還會持續 TB新聞 陳怡仁 蘇凱成無限SNG小組 台北時報 南投玻璃這名女子情緒失控 跑到立體停車場的九樓 從高樓層丟直滅火器 砸中了全新的千萬消防車 除了被依毀損 現在也吃上了公共危險罪 女子不斷從停車場九樓忽然往下丟東西 砸中地面 發出巨大聲響 就怕真的砸到人 警銷貨報道場馬上制止 沒想到女子的情緒更加失控 繼續丟出三支滅火器 其中一支砸中千萬消防車 造成車頂凹陷受損 南投埔里這名張姓女子 疑似跟朋友吵架 情緒失控 就跑到仁愛路立體停車場九樓 不斷從高樓丟出木棍 滅火器等物品 幸好沒有造成任何人受傷 車子有受損啊 沒有啦 你剛剛丟人家會丟到人家 太折了啦 警方到場女子不服取締 繼續大吼大叫 眼看場面即將失控 警方立即將人帶回派出所 大聲咆哮 往樓下丟紙滅火器 造成一輛消防車遭擊中毀損 遠警封鎖到路 並帶回張女 由於她亂丟滅火器 砸毀消防車開車 被一封目危險 毀損妨礙 妨礙公路等罪 以送地檢偵辦 消防員表示這台被砸中的消防器材車要價千萬 沒想到才剛洗用半年 車頂就被砸壞 目前出估維修費高達50萬 會向張姓女子求償 情緒失控 做出鬧事行為 女子除了吃上官司 還得付起大筆賠償費用 TPP的新聞 陳嘉惟史 新北市這部計程車在路口停等紅燈時 被後方火車追撞 整輛車衝上了人行道 撞飛了一名行人 而車上包括一名乘客 導致了兩人受傷 計程車在路口減速停下 要等紅燈 卻突然碰得一聲 整台車往前衝 原來是後方一輛小貨車 沒有停下 衝撞車尾 整輛小黃被撞上人行道 當時一名行人轉頭 發現不妙 起步要跑 但怎麼來得及 當場被車撞飛 車禍現場 小黃還停在人行道上 車尾多出凹陷 後車上爆開 後擋風玻璃破裂 撞上他的是這輛小貨車 車頭也有不少損傷 被撞飛的行人 痛得爬不起來 坐在地上 左腳明顯紅腫 車禍人員到場協助包紮 將人送衣 而小黃上其實還有三名乘客 受到驚嚇 也有人受傷 由於計程車被追撞之後 是整台衝上了人行道 因此可以看到 人行道上還留下了 長長一條輪胎痕跡 地點在新北市中和中正路上 景安捷運站附近 車流量不小 車速也快 26號早上10點多 明星女問獎 在路口減速停下 但後方小貨車減輕駕駛 卻從他車尾追撞 整輛車衝上人行道 還撞飛一名增性行人 導致他左腳右肋骨挫傷 而小黃上三名乘客 其中一位長輩也有受傷流血 事後 女問長公稱 當時已經紅燈了 才會停下 但貨車駕駛卻說 還沒紅燈 小黃就突然靠邊 他才會撞傷 有些人可能有疑問 小黃停下駛 內側車道卻還有不少車在衝 其實很多是搶黃燈 而行人的紅燈 已經亮了約10秒 車禍才發生 現場觀察 行人後置和車道後置 時間只差約4、5秒 但誰對誰錯 還得進一步車禍鑑定 才能判定行人的傷和車損 誰有罩責 TVB的新聞張啟雲 和觀音黃花玲 新北市報導 國際間交帖 來看到今天正式告別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了 國造的地點在東京舞蹈館 舉行 儀式是一個半小時 在滋味隊儀式開始時 打響了19個禮炮 同時也演奏起 安倍生前最喜歡的曲子 《花正在開》 而現場就像是由花海 來構築的富士山 一雙安倍召喚 持著安倍的遺鼓 走入會場 讓人逼算 大約20名日本自衛隊一隊成員 整齊排排站 車庫門一開 黑轎車載著安倍晉三骨灰 最後一次離開東京住家 車隊首先通過防衛省正門 自衛隊大陣仗迎接行李 40分鐘車程抵達日本舞蹈館 19枪禮炮在舞蹈館內 也聽得一清二楚 國葬會場聚集了超過4000人 還包括700位國際政要 前方靈堂以安倍最愛的富士山 為設計靈感 用花草堆疊山坡形狀 最上方則是一張巨型安倍照片 儀式開始不久播放一段8分鐘影片 安倍歷年演講金劇全部匯集起來 最特別的是伴奏音樂就用安倍生前 親自彈奏歌曲花開了 影像和音樂搭配 彷彿安倍晉三就在現場用琴聲安慰大家 一雙安倍昭惠在台下情緒激動 不停拿手帕擦淚 緊接著至吊詞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也難掩對安倍晉三的不捨 細數安倍對日本和世界的貢獻 岸田文雄一講就是12分鐘 不止場內瀰漫哀傷氣氛 場外也有許多大人小孩在國葬前赶來獻花 有人在安倍照片前痛哭 還有人帶著中華民國國旗前來致意 日本相隔55年再度為前首相辦國葬 不免被拿來和上一次也就是1967年吉田茂國葬比較 一樣辦在日本武道館 靈堂佈置也有大照片和國旗元素 甚至連皇室代表同樣都是派當時第一順位繼承人 55年前由名人出席 安倍這次則是邱小公文人親王帶隊 不過不同國葬花費可是差很大 吉田茂國葬花費1804萬日元 1975年最接近國葬規模的左層榮座國名葬 也只用掉1996萬日元 但安倍晉三葬禮預算竟然高達16.5億日元 就算考量的通膨差距還是相當驚人 或許因為花費爭議被罵 岸田文雄積極把握吊咽外交 從今年安倍話題切入再帶到政治外交 岸田文雄馬拉松市會見各國領袖 也包括澳洲總理艾班尼斯 與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不過G7其他六國領袖 沒有一個到日本參加國葬 也讓日本人民對岸田文雄吊咽外交的成果 打上一個大打問號 TVS新聞綜合報導 而武道館外有大批的民眾在場外哀悼安倍晉三 但是也有不少日本的國民 其實不諒解岸田的內閣在未經允許之下 沒有經過民主的程序 就動用了稅金替安倍晉三的國葬買單 甚至批評這樣的舉動是不是要神格化了安倍 不過安田文雄卻提出了四大理由 強力的捍衛舉辦國葬的正當性 詳情交給資深記者張允熙 日本是在今天為前首相安倍晉三舉行國葬 總共有218個國家和地區派代表來出席 這次的國葬出估花費是達到16億日元 其實在日本的民間有一些反對的聲音 原因之一其實是因為日本在二戰之後 已經廢除國葬令了 是由內閣針對有功者的生前攻擊來做判斷 是不是要為他舉行國葬 而這也是日本在二戰之後第二次舉行首相的國葬 上一次是1976年當時為首相吉田茂來舉行國葬 這一次其實安田文雄在安倍遇刺之後 他就很快提出來了要為安倍晉三舉行國葬 接著是由內閣會議通過的並沒有經過國會的審議 其實安田文雄有四大依據 第一個是安倍晉三是日本任期最長的首相 長達8年又8個月 另外安倍晉三在東日本大力政之後 他為復蘇經濟還有日美戰略外交 他都做出相當大的貢獻 另外國際社會是在安倍晉三遇刺之後都紛紛表達哀悼 最後其實安倍是在選舉期間遭到槍擊的 不過安倍晉三的國葬爭議還有邀請函之亂 原來日本政府向6000名的國內外政要發出了邀請函 但是回覆的截止日期卻是錯誤的 連非政界的公眾都收到了 似乎不夠嚴謹 不過最後回覆的只有4300多人 到場的卻只有3600多人 所以因此也掀起了爭議怎麼出席率只有6成 而首相安庭文雄期盼的國葬外交也落空 約居七七大工業國的元首都沒出席 民調也顯示負面的觀感持續的上升 就在悼念已故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國葬儀式開始前 場外是這個場面 反對國葬四個大字延接飛舞 反對聲音這幾個月來不斷在日本社會中回蕩發笑 像是競選造勢般的街頭遊說 為什麼每次都能吸引數百至上千人 日本TBS電視台直接接訪民眾 發現多數人反對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耗費16億日元的驚人支出 這麼龐大的花費用在哪裡很大一部分是維安 連下水道口都打開來一一檢查 武道館旁邊的皇居護城河還要潛水勘查 周邊同步封鎖交管 包含禁國通千鳥原綠道千代田區的交通要道 平面道路封鎖至當地七點 高速公路封鎖至當地五點 總計出動了兩萬名警力為安 高規格程度是近年少見 一方面是不想重演過去錯誤 1975年日本前首相佐藤榮做的喪禮上 就有抗議民眾闖入 追打當時的首相三目五夫 再加上安倍是日賜喪命 這回國葬更該嚴防意外 光是維安就花了8億日幣 除了花費以外 還有一點就是安倍晉三 是否對日本有特殊貢獻 重要到足以獲得國葬待遇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接受國會質詢的時候 列出了四大依據 第一是安倍在位8年8個月 是在位醉酒的首相 第二是他在311大地震後 為經濟拼復蘇 強化了美日之間的戰略外交 第三是其他國家紛紛舉國哀悼 第四是安倍是在為民主選舉 奔走期間遭到槍擊 但是就連岸田本人也承認 這些理由並不充分 這段期間在野勢力批評不斷 連帶的讓岸田文雄的支持度 而根據TBS另一份民調調查安倍國葬在各年齡層的支持度 最為反對的是在60歲以上的民眾有59%反對 而最支持國葬的居然是弱在18到29歲之間的年輕人 有56%的受訪者支持 不過仔細聽年輕人支持的原因似乎多半是憑印象 對安倍的具體政績並不了解 但是安倍的自家黨員是絕對立體 一場國葬引發正反辯論 國葬過後留下的是依舊分裂的日本 TBS新聞總和報導 不過確實各界就在討論安倍晉三的國葬是否現在符合日本的民意同時 要繼續來看到的是更多的國際話題 烏克蘭的武裝部隊已經發起了反攻 而他們的將領登上了時代雜誌的封面 更多的內容交給芸汐 好 常關注烏俄戰爭的人呢 對這個人應該不陌生 他是烏克蘭武裝部隊的總司令 扎魯茲尼 他這一回是登上了時代雜誌10月號的封面 扎魯茲尼呢 其實在戰前 他致力於將舊蘇聯時代的軍隊現代化 在戰時呢 他定了兩個目標 第一個是要正面打擊敵人 另一個是要在後方摧毀敵軍的補給線 事實上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主席秘利呢 曾經問過他要不要撤退到安全的地方 當時扎魯茲尼是這樣說的 他說這場戰爭始於2014年 當時他沒有逃 現在也不會 他們要占到最後一滴血 而時代雜誌的封面 除了是扎魯茲尼以外呢 標題是這樣寫的 烏克蘭扭轉戰局的反擊內幕 烏克蘭這一次是在8月29號的時候開啟反攻 他們除了在6天內收服3000平方公里的尸土之外呢 其實有三個關鍵 第一個是西方提供的情報 再來是軍援了先進的武器 最後一個是靈活的指揮架構 其實讓烏克蘭的軍隊反應特別快速 俄羅斯總統普京9月21號簽署了局部動員令徵召 30萬名預備軍入伍 而在境內伊爾庫茲克州的校園徵兵中心爆發了槍擊案 傳出是一名25歲的男子 他不滿好朋友被徵召 闖進去對指揮官開槍 再來看到中部地區的城市伊爾庫茲克 這個學校也發生了大規模的槍擊案 而讓人擔心的是至少造成了17人死亡 24人受傷 槍守後來自盡身亡 而現在呢 其實在克里尼亞的前線 已經有招募到的士兵已經抵達克里尼亞 但與此同時 還有數以萬計的人 正在跨越邊境逃到其他國家 從空中俯瞰俄國通往喬治亞邊境的道路 長長的車龍在等著進入喬治亞 俄羅斯總統普京下達部分動員令 引爆一男出走潮 許多害怕被徵召入伍的民眾 立刻打包行李逃離惡國 有男子戴著七小 說他一聽到動員令下達 就拋下家中一切 趕緊出逃 邊界關卡禁止民眾步行通過 許多人只好花大錢搭便車 或是買腳踏車逃出俄羅斯 芬蘭官員表示這幾天俄國入境芬蘭人數爆增 保命圍繞是大家的心聲 俄羅斯男性大指出走 因為不想到烏克蘭打仗 克里姆林宮否認要關閉國界 表示當局還沒做出決定 而在俄國境內則到處都有民眾上街抗議 政府動員徵兵 俄國遠東的亞庫刺客 民眾圍成一圈 跳起傳統舞蹈 抗議徵兵動員令 南部的達基斯坦抗議民眾 則跟警方爆發衝突 達基斯坦境內主要是伊斯蘭教徒 當地民眾認為政府徵兵行動並不公平 只是讓少數民族上戰場當炮灰 徵兵令也在俄國境內引發結婚風潮 許多收到徵兵令的民眾 搶著在出徵前跟另一半登記結婚 附政官員喜慶恭賀兩人結為夫妻 新人卻怎麼樣也高興不起來 新娘甚至轉過身去偷偷掉淚 因為新婚丈夫走出大門 就要接受徵兆當兵 另外在烏克蘭遭到俄國占領的地區 入俄公投持續進行 還有官員志工拿著投票箱 挨家挨戶找民眾投票 不過不僅歐美不承認公投效力 鄰國哈薩克甚至沒有跟俄國交惡的土耳其 都公開表態 不會承認公投結果 俄國的未公投如火如荼進行中 烏俄兩軍持續在烏東激烈交戰 泽倫斯基說 奪回頓巴斯是烏軍現在的頭號目標 英國國防部表示 普京可能在9月底就會在國會發表演說時 宣布烏克蘭占領區正式加入俄羅斯聯邦 到時候就能指控攻擊這些地方等同攻擊俄國 藉此牽制烏克蘭跟西方盟國的行動 TVBS新聞與四銀綜合報導